在中国历史上,清官是一个广为民间流传和称赞的官员群体,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官员集体庞大,清政联名,为民败事者屈指可数。 当然,也正因物以稀为贵,这些清官们才真正被人民群众牢记在心中。 不过一提起中国历史上的清官,人们总是想到包拯、海瑞等人,却好像很难想到清朝中期的孙家干。 这一位历史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的高级官员,没有像海瑞那样鼎鼎有名,却在他自己丰富的人生中为国为民狠做了一番贡献。 然而,这位官至协办大学士的一品大员,告老还乡时,竟然只能用几十箱砖头来冲冲脸面。 一、直言感见的骨功之臣。 唐太宗曾经说过,以同为敬,可以正一官,以使为敬,可以知兴替,以仁为敬,可以明得是。 这段传颂千年的古讯,是唐太宗对魏征直言感见的最好褒奖。 身为三朝元老的孙家干,正是这样一个魏征式的人物。 他出生在山西,有着北方人的直爽个性,在康熙五十二年考中进士,步入仕途。 在康熙时期的孙家干,远没有雍正,乾隆时期那样有存在感。 在雍正继位之初,朝堂之上几乎没有人敢对喜怒无常的雍正帝发表朝圣意见。 人人都爱惜自己的羽毛,不愿惹怒龙岩。 而孙家干却显然不是这样的人,他在一次上书上直截了当地对雍正帝建议的。 亲近兄弟,停止内捐,西北收兵。 这十二个字可以说直击雍正帝的要害之处。 亲近兄弟是隐晦地批评了雍正帝即位之后减除一档。 打击政治对手的行为,尤其是对康熙帝的皇子们的迫害。 不仅如此,这四个字最致命的地方是有对雍正帝继位合法性的暗中怀疑。 停止内捐,西北收兵则更是对雍正帝频繁发动战争的直接批评。 孙家干认为,大规模的西北用兵不仅仅掏空了大清国库,更深深加重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。 可以说,如果遇到脾气暴躁,是非混淆的君王,孙家干很可能因为这十二个字小命不保。 但幸运的是,他碰到的是雍正帝。 当然,如果说雍正帝一点不生气,肯定是不太可能,因为这十二个字不仅接了雍正的老底,更对雍正继位的合法性产生隐晦的怀疑。 这对一个说一不二的帝王来说,无疑是颜面扫地。 于是,雍正怒斥了孙家干欺君王上,并准备下语问罪。 这时,雍正身旁的大臣出来给孙家干解围说,这个孙家干虽然欺君王上,胆大妄为,但我很佩服他的勇气。 不料雍正帝也沉言了一回说道,确实,朕也很佩服他的勇气。 于是召见孙家干,升任他为国子界私业。 二,为民拜使孙家干。 除了直言敢见之外,还为百姓做了很多友谊之事。 在清朝建立之初,有一个不太合理的规定,就是官府禁止民间私自酿酒。 在民间因为私自酿酒而获罪的老百姓大有人在,孙家干决心改变这一局面。 他在担任直立总督之时,深入开展调查,对民间酿酒的公益,流程做了全面的摸底。 他向乾隆帝总结道,民间酿酒主要用高粱等穀物作为原料,并不影响口粮需求。 清除之所以,禁止民间酿酒主要是保证百姓的口粮需求,担心百姓用口粮去酿作酒物。 孙家干的这一调查,打消了乾隆帝的疑虑,也解决了政策存在合理性问题。 之后,清政府接受了孙家干解除民间酒禁的请求,允许民间自主酿酒。 一时间,民间的生产得到很快发展,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。 三,贾贪腐,真清廉。 乾隆十二年,也就是公元1747年,官至督察院左复督御使的孙家干,请求告老还乡,得到批准。 这时的孙家干已经是六十五岁高龄,身为朝廷大员退休回乡的他,显然不愿意将自己的穷酸样展现给乡什么感。 然而,虽然历世康熙、雍正、贤隆三朝,定官居要职,但孙家干却自首清廉,两袖清风。 一时之间,还真没有拿得出手的金银财宝来装饰门面。 几经思考之后,他想了一个拙劣但也很实用的方法,那就是让仆人连夜买来十几口大箱,将箱里装满砖头。 回乡时,谎称带回十几箱金银财宝,已是朝廷对他的厚爱,也能在本地乡绅面前大大的炫耀一番。 虽然孙家干的目的达到了本地乡绅确实会对他大家赞赏,但他也因此惹来不小的麻烦。 原来,有好事者将情况通报给了朝廷,称孙家干之前所谓的清廷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,实际上是个大大的贪官,光带回家的金银珠宝就有十几箱。 乾隆一听,大怒,下令追查此事。 没想到朝廷相关人员来到孙家干的回乡途中,打开了本应装满金银珠宝的大箱子之后,所有人都为之汗颜,原来其中根本没有什么金银珠宝,而是全部装满了清一色的大砖头。 在场官员很快明白了孙家干的良苦用心,并及时地向乾隆汇报情况。 乾隆帝也是绝顶聪明又爱惜人才的帝王。 看到这个历史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帝王的骨功之臣,回乡时竟如此清贫,他也不由地动了帝王的侧隐之心。 他下令在孙家干回乡的沿途官府,将他乡中的砖头换下,装满真金白银,让孙家干真真正正的风光一回。 当然,实际上孙家干这么做的原因倒也并不是自己的虚荣心有多么强。 而是他怕丢了朝廷的脸面。 毕竟他为官大半生,如果没有一点像样的积蓄,很容易被人们认为朝廷无情无义。 至于孙家干本人,其实是不怎么喜欢乾的。 因为在乾隆之前,孙家干就因直言上书惹怒了雍正,气得雍正骂他骑军网上,要把他交刑不易罪,准备问朕。 之后,在大臣们的劝调和雍正冷静思考之下,才把孙家干问斩改为法网户部银库效力。 虽然孙家干是戴罪之臣,但雍正帝对他很是放心。 雍正帝对大臣们说,这个孙家干虽然性子直,但他是不爱钱的。 可见孙家干是确确实实没有贪腐之心,以至于皇帝都表示认可。 总之,孙家干的清官名号虽不及包拯,海瑞那样来得响亮,但他以指眼感见,为民败事和两袖清风的清正行为,同样能够在百姓的心中留下持久而深刻的印象。